大家好 我是刘辉冠博士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点 我30年以来的一个短短的故事 不过你们一定要听完 蛮有这个创意的 还有那个过程经过也很多心酸的 在1991年的时候 我就开了第一间池厂那时候 然后高峰的时候我做到11间池厂 那么11间池厂过后 在2002年 那么我就转变我的生意了 在做什么呢 车厂还是到今天还是在跑住的 到今天都没有停过的 在2002年我转去做什么 做研发 研发什么呢 研发那个环保的科技 那么就很好彩就给西林看中我 在这个19年前 那么看中我的科技就是 西林就颁发了有几个奖项给我 这边还要讲解一下 我的博士学位是怎样来的 我一个一个解释给你们听 这个是我拿到世界的创 世界的 世界的 一个文凭就是这个 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的 从办给了我的 这个是破了世界记录做那个救护车 这个是我的履历 我破了记录过后 我要写一份论文来拿我的博士学位 我的博士学位呢 就是讲这个是荣誉的 我不是看医生的博士 那么 老行定也办过一个奖给我 这个是当时 当时老行定 之前他是 minister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就是环保和环境的部长 在2000年的时候 他也办了一个奖给我 他办的奖给我 他办的奖给我是 这个是engineering的 他办给我是一个fair law 蛮高的这个奖 比博士学位更高的奖 是部长办给我的 那个sert是 这个学位的sert就是这张 就是dansiri augustin on 办给我的 之前我已经拿到phd 过后他就办到我一个fair law 这个是就是dansiri augustin 这个是老行定的sert ok 那么 我的博士学位的文凭 这个是在十多年前的 ok 这个也是我博士学位的文凭 给大家看一下 ok 那么还有 这个是silim silim 办给我那个是我的成就 一个成就的sert 也是给我 里面有写这个doctor 什么的 这一份就是 the world first 世界记录 我创了一个 the world first 创了什么 silim mustin minister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这一张sert蛮八的 这个是mike 高科技部门 办法了一个世界记录给我 就是这一张sert ok 这个是 然后他们就派我过去 去westport做一个project 就是green technology的project 这个是westport的 这个是 golden dragon award的 也经过政府的办法的 然后 这个就是 我那天 老博士学会的一个 一个 event ok 这个是silim 办法给我的一个世界记录的 award 这个是两个dansili 颁发给我的 在这个ITEC ITEC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去 拿award的 这一位是dansili 我忘记他的名字 Dansili Augustin Ong 这个是silim的co 之前我的科技 launch的时候 来的人 都有那个 类证部的人 科学部的人 还有 那些政治人都有来 庆祝我的成功的典礼 ok 这一张就是我 破了这个世界记录的一个 救护车的一个记录 拿到pd 拿到baten 这个baten很重要 赚力 ok 这个我拿到另外一个科技 就是我发明的一个叫做vibration 我也是拿到世界记录 是拿到baten 这些award不是容易拿的 要经过我们很多心酸 很多所有的这个 付出 我们还可以才拿到 拿到我们的荣誉 之前就是这个bukiamman 我跟bukiamman做了几个project 这个是bukiamman 办给我的一个 荣誉的奖项 ok 还有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是2017年 agong 记录我的科技 在isana Legana 现在的新王宫 ok 这个是17年 这个是18年 也记录我的一个 用手打造的 金氏塔的一个记录 就是讲我们用手可以拿 拿上两吨扇的重量 这个是很神奇的记录 ok 王公不会随便随便记录 人家的一个 没有证明 又没有award 没有proof的那种科技 或者是产品 王公不会跟你记录的 ok 这个是现在lennon的 阿公 ok 记录我发明了7个 环保的科技 也是记录在王公 哦 这个是19年的 这个是2020年 他也记录了我的一个 life speed energy 就是发明那个电的记录 其实我发明了很多东西 哎呦 这个是 也是2020年的 其实我们的air sanitary 已经很早已经记录在王公里面了 这边讲解一下 我们经过这二十年以来 我们做过这样多的这个环保的科技 拿到这样多的奖项 我们的鲁玉博士不是假的 ok 周末我要讲到这边 ok 我开始我已经讲完我的色 我的证明 我的过去 ok 现在我要开始讲纳米同意识 最近它是一个炒得很热的一个话题来的 怎样讲呢 在最近有一个西方的外劳 在马来西亚 我觉得他很像要欺骗我们马来西亚人 怎样讲呢 同理史我在2018年做研发的那个时候 就是在加拿大 有一个洋人拿了一个科技过来给我 做什么研发呢 做去Airborne 我在其他的视频都有讲过的 Airborne是在2018年Covid还没有出来 我们已经开始做了 周末我会这样讲呢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 我也是一个科学家 我也是一个发明家 其实怎样讲呢 我自20年以来 我们读过无数的这个科技 看过无数的这个这种病毒啊 或者是包括这种engineering的 电的水的等等等等的科技 我们真的很熟很熟 那么周末那个洋人会过来找我呢 因为他在马来西亚已经查到我的名 我做研发是很快的 速度是超级快的 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拿到他的药种过来这边弄好了过后 已经在2019年的时候在6月我们已经做到去Airborne了 当那个Airborne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产品是很难做 因为没有病毒 就这个成品过后就很难卖的 然后就在这个2019年每个人都知道咯 真的Covid在武汉10月就出来了 那时候我立马已经吃到了这个Covid是Airborne的 因为我们做研发的过程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比较强的virus 它的monicule是在125个nanometer 那个nanometer是很小 如果是小的nanometer的病毒是很恐怖的一个病毒 那么我就快快的做好了第一台的就是我们就很快做完第一台 2020年我们已经出第一个产品了 杀毒的 我们所讲的东西是有记录的 也是记录在国家王宫里面的 不是那种外面的人乱乱吹他 讲他做 请一个不知道 谁来乱乱讲话 完全没有记录他是科学家 完全没有记录他是发明家 完全他没有记录过在国家为我们人民 为我们国家做了什么 那种人乱乱出来讲话 现在我就是今天要很清楚 100%将这个真的故事要讲出来 我们已经在2020年已经记录在王宫里面了 是比那个lockdown的时候更早期的 做研发就是看到未来嘛 我们不是那种江湖老卖药啊 江湖老卖药就是讲讲到那个药会废的 做科学是很残忍的 怎样讲科学残忍的 你要研发一个东西 一你就是成功 二就是失败 他没有灰是地带的 三就是讲Proof 要证明你做到做不到 四你做不到就没有 他没有讲做不到又勉强自己讲 我可以做到是我的什么 不可以这样讲话的 没有道德的这样讲话 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就出第一台那个小台的 QCOVID我给你们看看那时候怎样开始的 这个QCOVID 在2020年头我们就出了一台小的 就是适合给我们家用啊 车用啊 房间用啊 客厅用的QCOVID 就是叫做保命官那时候 2020年头出来 我们一天可以卖500set 那时候我们完全没有打广告的 因为那个效果很快速度很快 帮了无数的确诊的人 就是想用了我们的产品 现在我不是卖产品啊我是讲科技它的效果 那么无数的人用了不中 中了的人无数的好聊 在这个二月的时候过了华人新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来找我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QCOVID 我们的保命官 还有一个华语啊保命官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产品 然后二月的时候就有人来找我了 讲有一间外国公司要跟我谈这个专利 当我签给他的时候我就怀疑这个公司有问题的 开始他卖的很好 叫我签一个专利给他卖 我就感觉到在五月这样 他就要想自己来做一个自己的药 不是我们纳米铜离石 不是Ionic Nanocopper的药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间公司不可以相信的 那时候我们就准备后面的要standby的问题咯 就是讲现在最近炒到很热的 就是那间公司 就是那个西方外劳的公司 那个人是垃圾来的 是一个歪劳 他比歪劳更可怜 我研发了一个这样好的产品交给他 然后他去做假的 他去做假的荷子 假的药来卖给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 然后还在后面唱说我们 讲我们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发明的 讲我的发明价很像是假的 我有超过100张设计 是20年跟政府做这个project 我们的是真人证事 是很像时常人讲的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通通东西都是我做出来的 你们可以上网很简单的 你上网打 Ionic Nanocopper Airborne 是谁发明的 100千个巴仙是我发明的 我不是要认这个发明 其实我发明这个东西 我要在这个疫情 我们可以付出什么 这个疫情每个人躲住家 你可以做什么 然后我就用了很短的时间 就研发这个Airborne出来 其实在我们的信要来救人的 救我们马来西亚国家的人 救到人 我时常讲一句 救到人就救到经济 救到经济就救到国家 这个是世界有烂 人人有职 我的出发点就是要这样做罢了 没有想到给了那个人做的时候 他们拿来乱 乱到出那个假的 假到怎样呢 我给你看一份东西 假到我们要去在这个2021年10月19号 我们要去报警啊 做生意做到要去报警啊 报那间公司做 拿我的药来改啊 他时常讲什么PPM 其实PPM是完全不重要的 你拿那个油来测试啊 那个PPM更高啊 他可以去到5万啊 10万都可以去到了 不是PPM的问题 你要杀到新冠病毒 你们永远要知道两个东西罢了 一就是他的nanometer 你要收到nanometer 不是要收PPM PPM是一个 一个对比来的 水对几多这样罢了 他主打不是来杀这个新冠的 杀新冠就是他的nanometer 我们是5个nanometer 要proof 还有第二个就是 那个ph 就是这两个来来杀病毒的 不是PPM 你们要忘记 我听到外面人讲什么20千 什么18千 又谁讲20千 通通骗人的 我们的要那个名来的 那个16KPPM 是我们的产品的名字来的 不是啦 那个来杀病毒 你们要搞清楚 这个是我研发 我100%清楚 它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它怎样用 它怎样餐 我就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是我发明出来的 完全要忘记那个20千的PPM 这个PPM不是这样拿来用的 那个是科学化学 那个过程的一个记录的名字来的 我们一定要拿到那个nanometer 5个nanometer 如果你没有5个nanometer 你是杀不到病毒的 怎样讲呢 现在covid已经跌到去60个nanometer 之前是125个nanometer 现在那个病毒已经害死了量多人 现在新冠已经跌到去60个nanometer 它可以空气飘飘进去你的身体里面 所有东西跟你毁灭 就是那个nanometer 不是PPM 忘记了它 然后还有那个PH 你的PH没有拿到organic 那个D的PH 你杀不到病毒的 要永远记得 nanometer和PH 拿来杀病毒的 不是PPM OK 拿我们的设计 你们要不要乱乱看证书 要看真正的证书 这个是加拿大的nsf的 nsf的证书 OK 要国际的 不要拿到那些没有国际承认的 要拿到international的 很像的nsf inter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一定要这一种证书来证明 因为里面他们有100个科学家 1000个那个化学家做出来的报告来的 不是属于一边做的 这种报告 还有这个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报告 是杀到新冠病毒 OK 等一下我继续讲给你们听 怎样去分解分别那个真的假的 还有这个salawak的是我们做出来的哦 现在我们的是很怕拿出来 因为很多人拿我们的事去骗人 拿我们的事拿来改名 你们要注意所有都是我们做出来的 中国有一句话了 烂的田没有人耕 耕了有人去出来证 怎样讲的 还真是讲是他的完全是push 不是他们做出来的 都是骗人的他们 OK我们还有拿到最新的tov 这个tov设计是很重要的 我们tov是拿到savtius 还有拿到satau病毒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tov是很出名的一个机构来的 这个机构是在那个德国的 我们已经得到他很多设计了 你们要看最大的设计 不要看那些灰设计的设计 这个通通都是tov给我们的 还有中国上海的sat 杀到新冠病毒 还有杀到禽流感 最重要就是那个安全使用 你们一定要看到安全使用 还要杀到病毒的那一种sat 不是讲看到一张sat 等一下我解释给你们听 这个都是通通我们的大sat来的 通通已经有记录 这种sat我们可以拿上去法庭来做证明的 里面写到很明的 法庭是承认我们的sat的 通通都是我们自己做的sat 我解释一下什么是真sat 什么是假设 假设他们拿一个东西去验 不知道什么东西来的 然后那个机构出一张证书给他 不过证书里面他会写 你的东西不可以宣布出来的 不可以公布给人看的 那一种是个人 个人听好了 拿一个东西去test 你可以拿那个茶 我们喝的茶 你拿去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机构test 可以了 他讲无毒 那个茶无毒可以喝 代表什么 你杀到新冠吗 你给我看 杀到新冠病毒无毒的科技 暂时你找不到咯 一般人用是用什么呢 Corin Coro O3 OZN O3 那种是有毒 杀到毒的 我们的是无毒 杀到毒的 如果你拿一个茶去 Clim也好 哪个部门也好 你拿到安全使用的是 OK 恭喜你 不过我要看的是 杀到新冠病毒的是 Proof 杀到COVID-19的事 我们通通都有了 包括WHO也有记录 Ionic Nanocopper是无毒 杀到新冠病毒的 Proof 安全使用 很多大的事我们都有 就是讲 最近这个西方的外劳 我们用心的做一个科技出来 帮我们人民 帮我们的经济 帮我们的国家 那个西方的外劳 那个垃圾 就拿我们的东西 怎样讲呢 现在很多人去报警咯 看到咯 大把人去报咯 你们要相信 搞清楚 什么是真事 什么是假事 因为很多人帮手他炒作 所讲的东西都是假的 我们这边才是真正研发的地点 研发出来的一个记录 永远都会 捉不掉的 抹不掉的一个记录来的 就是讲 外面很多人就去弄那些假的东西 之前我们有四间公司 都看到卖这个 Copper的 我们打一个电话就叫他要停 因为我们的东西已经有了被灯 你们要记得 这个马来西亚也是有法律的 不要挑战法律 我们有了所有的自己的 我们研发的记录 还有我们做过成功的记录 杀到新冠的记录 安全使用的记录 通通是我们做出来的 然后现在很多人就 因为这个 Ionic Nanocopper纳米同一纸红料 很多人就拿出来骗人 我们已经警告四间公司 他立马就停他的公司了 就是讲现在这个外劳的公司 就是很多人已经去报警了 你们要真正的我们马来西亚人 真正你要帮回我们马来西亚人 我不管你在什么公司做 我们这个东西是良性产品来的 我们是要来帮人的 不是要来杀人 不是要来骗钱 不是要来赚多多钱的 不是你们搞错了 我们要帮回我们国家的人 我刚才讲了 疫情你们付出了什么 是没关系的 你们付出就乖乖在家里面群洗手 不要乱乱跑 政府讲的一千滩一万滩了 我们的付出是 要怎样弄一个科技来来 在空气杀毒 帮回我们的国家 其实怎样讲呢 分分钟这个科技 我们帮回我们的自己人 自己人买了用了 然后成功了 然后没有中了 中了好了 都说不定的这个东西 那么你可能你卖一个假的东西 你卖回给你的母亲 你都搞不清楚 有一天你的自己人中了 其实用了那个假药中了 你是不是害回你自己人 你要知道整个国家 都是我们自己人 我们不管他是什么人 黄皮肤 黑皮肤 什么皮肤 都是我们的自己人 我们一定要帮回我们的国家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宗旨 发明这个东西 出来的宗旨 宗旨不是想一想出来 要赚很多人的钱 不是搞错了 我是要这个疫情里面 要付出一点东西 怎样帮到我们国家的人 帮到自然而然也帮到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儿女要出去出外做工 出外拨 你别人惹到他 你没有想过那个假的东西 你会害死你自己的儿女的吗 没有想过吗 一定要这样想 我们做东西一定要有良性 不可以拿来炒作 不可以拿来骗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出发点 要救回我们国家的人 不要给那些外劳来害我们 我们马来西亚人 我们要保护我们马来西亚人 你看现在 比如说美国他自己保护自己 中国保护自己 每个国家在保护自己的国家 这个是每个人要做的东西 我们不要给那些外劳来害我们 一个外劳来害我们国家的人 讲什么 他没有什么记录 我有50个记录是发明家 我所有的东西是政府承认 那些乱乱讲话的人 你叫他show search给我看 他是谁 他是不是马来西亚真正记录在政府里面的发明家 就是这个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东西 尤其是你们做住任何一间公司 不要再害人了 我们要相信英国 英国就是法律来的 哪里不可以不相信呢 你不相信有法律啊 现在你试试去外面杀一个人 明天就做进去里面大新闻 然后就死刑了了 那个就是英国来的 英国不是一个迷来的 你今天做了什么 明天你得到什么 这个是离不开的 就是讲我们真正的要用我们的心出来 我们不是要推广我们的产品 我要搞清楚我们的产品 的立场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宣布的东西 就是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我30年以来我做什么 然后我怎样拿到我的博士学会 我拿了几多个政府的社 我付出过几多给政府的记录 通通有政府里面有记录的 王公里面有记录的 报纸无数的报纸出过 那个就是真正是我的 我的一个研发的过程 我拿到这个研发不是我的威风 这个是应该我们人民要付出的 一个要做的东西 不要整天去想要赚完人家的钱 骗人家的钱 这样那个要真的改去假的 拿来杀人 这个是杀人追来的 不可以这样做错误的 下来就是你们要分分别 刚才我讲过的什么是怎样看 什么是真色 什么是国际承认的色 不是乱乱讲随便在马来西亚 设计一个地方 我拿到色了 又拿来骗人 不要很像做到 money game 这样做东西 我们要拿出我们的良性来做东西 你拿良性来做东西 我保证你会成功 那么就谢谢大家的支持 OK 还有一个很搞笑的一个问题 那个垃圾外劳公司 西方外劳公司 那时候他讲我们的货不好 他还是卖住我们的货的 他讲我们的货不好有问题 八九月的时候 然后很奇怪一个东西 你们要搞清楚谁是人 谁是鬼 你看这个message 他十月要求我们拿药 求了两天 拿一吨的药 一吨放去五十个ml是两万瓶 他要跟我们拿药 我们就停止他不给他拿 你们不觉得很矛盾吗 八九月讲我们的药不好 十月打来要求啊 我们不给十月六号求的一天 我们不给药他 十月七号求多一趟都不给他药 周末我们不给呢 刚才都讲了 我们去报警了 我们要报他了 我们已经查到他拿我们的药来改 拿我们的药来掺水 我们已经有了所有的证据 有了三十份证据 我们拿去我们的lap 测试到完了 出来的报告完全是掺完了给他 就是将来害我们马来西亚人 将来撤我们马来西亚人的钱 都是那一句要小心哦 怎样讲小心呢 那个西方外劳他是外国人嘛 他烧完我们的钱 有一天呢 他买一张机票飞走了 我们追随啊 你们那时候才醒过来啊 太迟了 现在我们就要下好我们的决定 看好是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的 那个外劳的是真的假到很离谱 真真的是 连不要讲都讲了 真真的是一个产品老千 这样来害我们骗我们国家的人 我肯定接受不到的 因为我原本就要研发出来帮人的 就给他改来害人 我们整个马来西亚所有的人都不接受 他可以这样做的 是错误的 哪里有可能一个外劳来 来拉我们的钱走呢 讲不通 完全讲不通 你们要真的清 要用智慧来看这件事